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方的车主打开车门 一双大长腿从驾驶时卖出来 西装皮鞋 腿部线条流畅 应该是个帅哥 我在美色面前短暂地忘记了钱包陨落仪式 一路盯着帅哥从腿看到腰 再划过修长干净的脖梗 停留在脸上 看到脸的那一刹那 我人没了 这辆尊贵的马沙拉蒂车主不是别人 正是被我使乱中气的前男友 蒋方南 这运气 绝了 蒋方南缓步朝我的小破车走来 伸出漂亮白皙的手 无情地扣响了我的车窗 来不及长须短探 我赶紧从副驾驶拿过围巾 密不透风地包在脑袋上 然后才摇下车窗 瞪着两颗圆溜溜的眼睛与它对视 它看了我两秒 眉头紧簇 大概在想我是不是个神经病 好半晌才到下车 语气冷淡 跟我记忆中的小奶狗一点都不一样 我麻溜地滚下去 他给我口述刚才的事故 然后说 你全责 我小鸡卓米般点点头 他又问 私了还是交警 怕被他认出来 我吊着嗓子 使出夹子音 私了疤 他明显被噎了一下 表情一言难尽 极力忍着不是 加个微信 报修后你把钱转给我 这哪成 微信一加不就全暴露了吗 我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圈 撒谎道 我习惯用现金 微信里没钱 要不这样 一会儿你先垫付 咱们约个时间地点 我再把钱给你扒 他勉为其难点头同意 然后我们俩一起去了4S店 4S店里 工作人员带着让我破产的微笑告诉我 修理费扣除保险 还需要23万8千块 我当时惊得都忘记了加子音 一句国粹脱口而出 卧槽 23万 保险扣了吗 你有没有算错 就撞了个坑 不至于吧 工作人员微笑着提醒我 是23万8千元 由于您只购买了交强险 所以 保险最高扣除2000元 您还需要支付23万8千块 这一年都摆干了 我无声地落泪 半赏 扭头去看蒋方男 想跟他约时间给钱 一回头却发现 后者一脸探寻地看着我 谋中明暗交替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忙捂住嘴 干 刚刚一时激动 忘了变音 他不会听出来了吧 我防备地看着蒋方男 随时准备后退 夺门而出 但他却忽然没了动作 收回目光 淡淡地跟着工作人员付款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又想 其实也是 算起来我们已经三年没见了 他估计早忘了我这个狠心的女人 怎么可能光凭一句情绪失控的话就认出来 然后下一秒 我就感觉脑袋上一凉 蒋方男不知道什么时候付完了款 一点声音也没有的走到我身后 趁我放松警惕 搞偷袭 围巾应声而落 我的脸暴露在空气中 蒋方男眼前一亮 果然是你 苏婉婉 蒋方男非要跟着我回家拿钱 我说约时间明天给 他拒绝得干脆利落 我不信你 我必须跟着你把钱都拿到手了 才能放心离开 我面露微笑 想一拳捶抱他的狗头 蒋方男看出我的想法 提醒道 冲动是魔鬼 你要是打我一顿 我明天就又可以提亮新车了 我磨了幕后牙草 美好气地撞开他 过去 我来开车 蒋方男慌了 还是我来吧 不行哦 我面带笑容 语气遗憾 我不习惯别人开我的车呢 要不咱们约明天 蒋方男头也不回地拉开了副驾驶 自己飞速系好安全带 喊我 快点 我钻进驾驶座 点火 我的座驾是吴某mini 低配板两万块 但是实战还是没输过 虽然把蒋方男的马沙拉蒂撞了个坑 自己却没啥大 破了像 但还能开 我开着小mini穿过大街 驶进一条破破烂烂的小巷 紧密而斑驳不堪的房子不断后退 蒋方男看向窗外 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太子爷大概是没见过这种脏乱差的环境 看了半天 扭头问我 你是想把我带去废弃的地方杀人灭口 他没恶意 真的 他就是单纯地觉得这地儿不是人该住的 我没回他 一巴掌甩在他脑袋上 不会说话 就把嘴闭上 我也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教太子爷做人 蒋方男果然老实了 安静如鸡 两分钟后 我将车停在一桶比四周破破烂烂的房子 还要差一些的小房子前 叫他下车 蒋方男懵懵懂懂地跟在我后面 一直观察着四周的环境 猜测我来这里干什么 直到我打开房门 他看见一张沙发 一张折叠桌子 半盘剩下的青草白菜 整个人都惊呆了 你真住在这儿 我拳头硬了 体内的洪荒之力 蠢蠢欲动 蒋方男赶紧说 这儿挺好的 我抬手指了指沙发 自己坐 蒋方男看了看 说 我不累 我没管他 静止进了卧室 翻出三千块的现金 蒋方男接过 眉头紧锁 脸上写满了我只是有钱 又不是傻 这有二十万 三千 我轻咳一声 眼是尴尬 目前家里只有这么多 剩下的我明天给你 蒋方男还十四周 显然对我的话持怀疑态度 明天你就能还上 我点头 嗯 蒋方男直言 我不信 其实现在也能去取 但是我从昨天一直加班到今天下午 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 实在困得不行 我怕我猝死在路上 蒋方男见我沉默 想了想 做出退步 那你把我微信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还有 把身份证给我保管着 不然你要是跑了 我的二十三万八 不就打水漂了吗 您是债主 您说了算 我解锁手机 找到微信小黑屋 把里面唯一躺着的蒋方男放了出来 又在包里翻出身份证丢给他 然后就躺上床补觉 临睡前嘱咐 你出去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门带上 蒋方男应了一声 然后我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屋外天色彻底黑了下来 很远的地方 闪烁着五彩的霓虹 楼上的夫妻在吵闹 小朋友把东西吊在地上 发出哐当的响声 母亲在责骂着 父亲帮忙打圆场 我的房间里静悄悄的 没开灯 光线昏暗 有风从窗户吹进来 发出细细的声响 我翻出枕头下的手机 时间显示8点05分 屏幕上干干净净 没有一条消息 我忽然有种孤零零的感觉 没有人在意我 没有人需要我 整个世界的灯火与吵闹 都与我无关 果然 黄昏时睡觉 醒来时会有浓重的孤独感 这一定率屡是不爽 我从床上坐起来 揉了揉心松的眼睛 掀开被子 准备去洗把脸 一开灯 走到客厅 一大堆吃得映入眼帘 炸鸡 螃蟹 蒜蓉粉丝 龙虾 辣椒炒肉 满满一桌 盘子与盘子的边角叠在一起 挤得不行 在旁边的沙发上 蒋方男大抵是等我等困了 也睡过去 他双眼清和 睫毛稍稍向上扬起 卷翘得像轻盈的蝴蝶 鼻梁高挺 嘴唇饱满 唇色是淡淡的肉粉色 昏黄的光线轻轻地打在他脸上 整个人安静又柔和 我心里忽然就软得一塌糊涂 鼻尖微微泛酸 看了一会儿 我转头回卧室拿来毯子 替他盖上 他睡得不深 我刚把被子盖上去 他就睁开眼 茫然地看我两眼 然后忽然拉着我吻下去 嘴唇碰撞在一起 我呼吸一致 心跳慢了好几拍 过了好半晌 我才反应过来 一把将他推开 晚晚 他看着我 眼眶有些发红 嗓音阴影而委屈 像被抛弃的小孩 我梦到你又不见了 啪的一下 我脑子里有根紧绷的弦断了 我看着他 心脏朦朦朦朦朦有点疼 好半晌 我哑着嗓子回 不会的 他眼睛陡然一亮 充满稀奇地看着我 晚晚 我们复合吧 别开玩笑了 我压下内心的酸楚感 背过身去 拿起桌上冷掉的菜 去厨房加热 蒋方男沉默不语 我走进厨房 他忽然跟过来 用力地报警我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 我问你妈要了42万 说离开你 我和蒋方男是在大学认识的 他追的我 并且孜孜不倦追了半个学期 制造各种机会与我独处 为我做各种浪漫的事 迎合我的喜好 陪我在实验室待一整天 陪我下乡实践 陪我参加各种比赛 追得周围的人 都恨不得替我答应他 但我却迟迟没答应 不是因为他不好 而是因为他太好 他越好 我就越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于是越躲越远 其实起初他接近我时 我并没有觉得他好 甚至觉得他不学无术 只会仗着家里有钱 四处把妹 但渐渐地 他闯进我的生活 用行动告诉我 他不是 他是有些富家子弟的顽固 但洁身自好 自从开始追我后 就快刀斩乱麻 断绝了一切 向他抛来橄榄枝的女生 真的很像难得班班长 还有点可爱 总是在我的实验室里打瞌睡 被我发现后 又手忙脚乱地在纸上画两下 眼睛看着鼻子 心虚地不行 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 一点苦都不能吃 有一次我跟着导师下乡实践 他非要跟来 结果水土不服起了 疹子发了高烧 不敢告诉我 怕我嫌弃他娇贵 就偷偷去镇上开了药 硬撑着陪我度过了一整周 那一周 我正好生理期 他早知道这点 来时准备了许多治疗痛经的药 还学会了烧火做饭 替我烧热水泡脚 又听村里的阿婆们说 把生姜切片烤热包 在脚底能驱寒 便笨手笨脚地替我包姜片 那天晚上 我看着他乌黑的发顶 看着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 脸上沾满了锅灰 忽然就心软了 我不由自主地碰了碰他的头 他身形一颤 而后看着我 定定道 你心动了 我下意识想否认 但喉咙干涩 说不出话 他这半学期以来的 陪伴焕灯片似的 在脑海里浮现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陷入了他的沼泽 蒋方男仰着头 试探性靠近我 呼吸越来越近 他呼出的鼻息 喷洒在我脸上 我紧张的心都在颤抖 在他吻上我的那一刻 猛地闭上眼 这个吻声色而轻巧 他蜻蜓点水般吻了一下 便离开 静静观察我的反应 发现我没生气 反而跟泛红后 他便默认我同意了 他的追求 回去之后 肆意散播我们 在一起的消息 我就这么赶鸭子上架的 成为了他女朋友 至于为什么 有钱有言 身材还好的蒋方男 会看上我 还不辞辛苦地 追了那么长时间 其实我到现在 也没弄明白 我们恋爱不久后 我就问过他 是不是我曾经 无意间救过他的命 或者他有什么 特殊的癖好 留恋丑症之类的 他粗鲁地问我 脑子里是不是装了屎 我也就只能作罢 平心而论 我长得虽然不丑 但绝对算不上漂亮的一挂 再反观他 家世好 长得帅 已经站在大多数人的终点了 我觉得我是真配不上他 巧了 他妈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和蒋方男谈恋爱第二年 他妈第一次来找我 他约我在学校外面的咖啡厅见面 我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 两个小时后 等来他一条消息 你这个女孩子 怎么这么没礼貌 居然让长辈等你一下午 我其实也有点无语 我倒很久了 谁不累呀 我等了你两个钟头好吗 我还以为你 故意晚到考验我的耐心呢 蒋妈妈说 我怎么没看到你 巧了 我回 我也没看到你 顿了顿 我把他前面发给我的地址复制过去 子午咖啡县 33号桌 发了消息 我四处在咖啡店里寻找 亲眼看着一个穿着雍容华贵服式的富太太 拨开号码牌上的勺子 愣了半秒 她掏出手机 紧接着 我的微信收到一条消息 蒋妈妈 38号 我起身走到她面前 还没开口自我介绍 她就说 不好意思同学 这里有人了 我很尴尬 阿姨 我叫苏婉婉 蒋妈妈抬眼打量我 表情有些言难尽 你真的是苏婉婉吗 我点点头 嗯 蒋妈妈翻开和儿子的聊天记录 仔细对比 心直口快道 跟照片上一点都不像啊 我瞄了一眼 好家伙 蒋方男把我批成了一个 清纯可人的美少女 她是不知道 什么叫见光死吗 我尴尬地堆起一个笑容 阿姨 您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蒋妈妈倾咳两声 端起架子 出个架吧 离开我儿子 电视剧成不起我 我认真给蒋妈妈算了一笔账 阿姨 我真不是为了她的钱 而且 假设我真的是为了钱 让我打死不跟蒋方男分手 肯定比我现在拿着钱 离开她要赚得多呀 拿钱分手是一次性不及 我寻寻善诱 但是 和她在一起则有长期 源源不断的资金 你们就她一个儿子 总不会真的跟她断绝关系 所以 你们家的财产 最终都是她的 而她的 也就是我的 蒋妈妈大为震撼 你果然是看上我们家钱了 我肯定地告诉她 没有 蒋妈妈 哦 蒋妈妈 问个题外话 我 您说 你是用什么手段 追到我儿子的 我看你长得 蒋妈妈斟酌了一下措辞 也不是特别好看 她其实是想说丑吧 拜托 不要见多了名媛美女 看到我一个普通人 就觉得丑啊 我只是普通 普通 明白吗 没到丑那种地步啊 我说是蒋方南追的我 蒋妈妈 啊 我补充道 而且追了大半年 蒋妈妈 卧槽 我 阿姨没事 我先回去了 蒋妈妈愣愣点头 哦 那次见面之后 蒋妈妈就没来找过我 不知道是被我说服了 还是被蒋方南发现 制止了她再来找我 总之第二次见面 是我主动约的她 她正在和姐妹喝下午茶 我打车去找她 开门见山 给我四十二万 我就离开蒋方南 她插着蛋糕的手不动了 你说啥 我又重复了一遍 四十二万 我离开蒋方南 蒋妈妈一时不明白 我为何这样 但这又是她最初 找我的目的 于是愣愣地甩了一张卡给我 没密码 没限额 你拿去用吧 我鞠了九十度宫 真诚地说 谢谢 钱是给我母亲徐碧莹治病用的 她身体里长了一个瘤 医治要六十二万 其实我跟徐碧莹关系并不好 她在我小学的时候就跟我爸离婚了 她没要我 我跟着我爸长大 我爸是个修车将 很操 不太管我 反正活着就行 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徐碧莹回来 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在我们镇上家喻户晓 总是穿着漂亮的衣服 脸上涂满织粉 唇红齿白 像春日绽放的桃花 她和我爸没离婚的时候 对我挺好的 带我去饭店吃饭 给我买漂亮衣服 我喜欢她 但她似乎真的已经一点也忍受不下去 又脏又糙的父亲 和傻愣愣只知道读书的我 离婚后一次也没回来过 第一次回来 就是要钱 她生病了 开口就是62万 我爸这些年的存款只有20万 还差42万 她不知道从哪得知我跟蒋方男交往 叫我去问她要钱 我扭头就走 让她自己去水滴筹 徐碧莹气地晕倒在病床上 我看见医生冲进来 将她抬上担架 推进手术室 然后我就去找了蒋妈妈 虽然我恨徐碧莹 但是 她时月怀胎生下我 我总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她 因为42万死在我面前 拿了钱之后 我付了医院的费用 然后把卡退还给了蒋妈妈 恰好学校也到了实习期 我面试好了公司 便跟蒋方男提出分手 她正在为我吃雪糕 文言眉头皱得像两条毛毛虫 你说什么 我说 分手 蒋方男说 我不同意 我垂头看自己的脚尖 可是蒋方男 我其实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告白 提出分手后 我没等蒋方男同意 便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人海茫茫 她找不到我 我也控制自己不去找她 我没有打算放弃她 只是需要等一等 等我还清蒋妈妈的42万 我才有资格站在她身边 我从来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因为徐碧莹的离开 我变得敏感 患得患失 没有安全感 我害怕有人来了又走 害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让他们抛弃我 所以把自己封闭起来 蒋方男是个意外 她拿着电钻撬开了一条缝 没经我允许便闯了进来 甚至扑上床 在里面住了下来 可我也害怕她哪天 重新拿着电钻撬开门 从我的世界里走出去 所以我不敢依赖她 更不想欠她什么 徐碧莹的病是我自己的劫难 我也不想因为她是我男朋友 就让她替我承担 所以我去找了蒋妈妈 我用蒋方男和我的感情 抵押贷款换来42万 我很聪明 虽然不太漂亮 但颜值都加到了智商上 第一次跟蒋妈妈见面时 我就敏锐地察觉到 她并不反对我跟蒋方男 虽然我不知道原因 可蒋方男喜欢我的原因 我也没找到 但她还是爱我 并让我感受到她的爱意 她们母子很像 所以我有信心 等我有朝一日 把那42万还上 她还是会接纳我 甚至会比先前更喜欢我 但42万好多 我省吃俭用 恨不得住公园 炖炖烂白菜 两年下来也才刚好 存了42万 那些是还蒋妈妈的钱 第三年 我开始存进入蒋方男家的钱 我用42万 卖掉了和蒋方男的未来 理应也用42万买回来 一共84万 很多 我拼命工作 不舍昼夜 把自己二十出头的身体 熬得像30岁 公司同事都说 我是拼命三郎 后来网上出了一个新词 内卷 她们就叫我内卷大师 我几乎没有在晚上12点前 回到过这间房子 回来后有时来不及做饭 便经常是一个白菜或土豆 凑合着吃 即便这样 84万也还是遥遥无期 我存钱存得很疲惫 便在墙上的日历上记录 每日一记 今天离84万还差多少 时光飞逝 不知不觉 我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的工作 薪资也从月薪变成年薪 日历画完了三本 到如今是第四本 离84万只差一步之遥 手头上这个项目 预计在20号结束 会有10万的提成 这84万也将画上句号 可惜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眼看着84万就要走到终点 我把蒋方男的车刮了 一下子进度又要倒退好几个月 原本日历这个月的31号 被我用红色记号笔圈了无数次 在后面写了复合两个字 还打了一排惊叹号 现在估计又得把这个圈 往后挪好几个月了 等等 感受到蒋方男抱我的手 开始胡作非为 我忽然后知后觉意识到 我那几本日历就挂在客厅 蒋方男来得猝不及防 又因为那昂贵的维修费 我压根没记起来这茶 日历上我断断续续 写过许多想念他的话 他怕不是全看见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胡来啊 而且还去给我买了 这么大一桌菜 我握住蒋方男乱来的手 闭了闭眼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蒋方男咬上我的耳朵 我又绝望又羞耻 看了多少蒋方男 全部让我死了算了 蒋方男陪我度过了三个月 我的进度条终于再次抵达84万 拿到工资那天 我跟蒋方男回了蒋家 我又见到了蒋妈妈 他正在做蛋糕 大约是失败了 看着那坨黄色物体的表情 比第一次见到我时 还要一眼难尽 旁边一个男人 正在戴着眼镜 修改文件 应该是蒋爸爸 蒋方男牵着我进屋 爸 妈 蒋妈妈看到我 热情地跑过来 晚晚 我顿住脚 这热情的有点过了 我有点毛骨悚然 蒋妈妈浑然不觉 过来拉住我 赶紧坐下 饭早就坐好了 等你们好久了 就是 她指着那坨黄色不明物体 小甜品好像做失败了 你下次来 我再给你坐吧 我连忙到 不用了 她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 你下次不来我们家了 不是 阿南不是 说你已经跟他复合了吗 怎么 你还要抛弃他呀 后来我才知道 自从我拿完钱 就火速跟蒋方男 断了联系后 后者抑郁寡欢 说要出家 这辈子再也不谈恋爱了 蒋妈妈为蒋方男的 终身大事 担心了好久 这回听到我回来 激动得不行 觉得我就是天神下凡 来解救蒋方男的 所以热情似火 那天吃完饭 我把先前拿走的42万 还给了蒋妈妈 又拿出另一张卡 郑重其事地交给她 很感谢您当初给我那笔钱 但蒋方男 是我这辈子都不想放弃的人 所以 我抠了抠手背 问 当年我用42万卖掉了 我和她的未来 现在能用42万买回来吗 当然可以 蒋妈妈一脸激动 别说买 再让我给你42万都成 屋内亮堂 餐厅旁放了一盆幸福树 对照顾得很好 叶片肥厚 油光发亮 蒋爸爸沉默寡言 适时递给蒋妈妈一张卡 蒋妈妈把那张卡塞到我手里 那 这是我们蒋家的付卡 昨天刚办的 我是来给钱的 怎么变成收钱的了 我扭头看向蒋方南 就 很不对劲 蒋方南笑笑 搂着我 弯下腰 附在我耳边道 给你讲个故事 我茫然点头 嗯 这个故事很熟悉 也是一个普通人 爱上富二代的故事 唯一不同的是 蒋方南故事里的普通人是男生 富二代是女生 直说吧 就是蒋爸爸跟蒋妈妈 很多年前 蒋爸爸还是个穷小子 被蒋妈妈看上了 然后到了谈婚论嫁时 遭到了蒋妈妈家里的强烈反对 蒋妈妈的妈妈 拿钱让蒋爸爸离开 蒋爸爸让他看着给 蒋妈妈的妈妈 给了他一百万 然后五年后 蒋爸爸拿着两百万 找到蒋妈妈 把钱给了蒋妈妈的妈妈 直接就改口喊了妈 你用一百万买我离开 我应该也可以用一百万娶她吧 妈 郝勇 听完故事 我只能默默在心里 对蒋爸爸竖大拇指 蒋方南又告诉我 其实打一开始 他家里就没人反对着我的存在 他妈第一次找我 只是考验我一下 看看我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没想到 后来我回头找上了他 拿钱走人 他为此还遗憾了一段时间 说感觉我是挺好一姑娘 等等 我打断蒋方南的话 有个疑问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蒋方南看了看我 什么疑问 你和你妈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是真的不理解 我长得一般 家境一般 性格也很糟糕 睡觉还磨牙 蒋方南附和 你缺点是挺多的 我侧头看向他 眼神里灌满杀气 蒋方南立刻改口 因为你聪明 这算什么理由 当然算啊 蒋方南到 你可能自己没察觉到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你的 你太聪明了 大学里拿了很多 我这辈子都拿不到的奖 会做那么多复杂的实验 能解开那么多 我连看都看不懂的难题 你跟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努力 上进 即便家境普通 长相普通 可以你认真起来的时候 会发光 像天上的星星 大学那时候 大家都很崇拜你的 我刚开始追你那会儿 还有很多人骂我呢 说我祸害祖国的栋梁 后来才好点 大家看我挺真诚的 才开始帮我劝你答应我 可惜你不吃那套 不过好在我有毅力 熬啊熬 终于熬到你心动了 完完蒋方南忽然说 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书 就叫摘星人 我说那我也写本 名字就叫 穷女孩的豪门爱情 蒋方南冒服 屋外晚风轻柔 星星在夜幕中闪烁 我告诉蒋方南 假如我是星星的话 那一定是起明星 蒋方南问 为什么 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太阳 我轻轻吻上他 我永远迎接你 我看见蒋方南红了脸 像出生的太阳 红彤彤的 第一个故事就结束了 橘子还带来了第二个故事 领导要给我介绍对象 每天上班他都在我耳边说 这个男生有多么好 多么适合我 小鱼啊 他是个医生 现在工作也很稳定 小鱼 你看你俩年龄多合适 他大你两岁 我每天听着都尴尬一笑 我方黎二十六 年轻貌美 怎么会落到去相亲的地步 张姐 真的不用了 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张姐就是我领导 她是我们部门的负责人 张姐并没有理会我的拒绝 她还是不厌其烦地劝说我 都劝了两个星期了 再拒绝确实不礼貌了 既然她这么坚持 我倒要看看这男的有多好 在张姐下一次来找我一起吃午饭时 我点头答应这周去见见 张姐高兴地拍手 眉飞色舞地拉着我去吃饭 张姐速度非常快 安排我和这个男生在周六见面 还贴心地把我的排班推到了下周 我到的时候 男生已经在了 在门口看到位子上 坐着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 张姐糊涂地 忘记给我男方的联系方式了 在先前 我们还没有联系过 我走过去 她低着头在看手机 低一眼 挺帅的嘛 不亏 你好 你是张姐介绍来相亲的吗 她闻声抬起头 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你好 我叫顾鹤 顾 顾鹤 我出高中暗恋了六年的顾鹤 我一瞬间有点恍惚 愣愣地站在原地 她示意我先坐下 你好 我叫江鱼 顾鹤点点头 看着我 很好听的名字 我现在在诗医院工作 比较忙 婚后可能 等等 怎么就婚后了 开门见山 也不是见这种大山吧 婚后 这是不是太快了 我握着手里温热的咖啡 问她 她轻轻一笑 我妈说 我们俩适合结婚 张姐是顾鹤的妈妈 我脑子乱成一团马 感觉自己被套路了 是不是太快了 爷 我过了很久 才憋出这句话 张姐这是把我往坑里推呀 我暗恋了顾鹤六年 最后用了六年 把她放下 最后 她又出现在我面前 谁懂 顾 顾医生 你的理想形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问出这个突兀的问题 大概是想给这么多年的 暗恋一个结局吧 嗯 你这样的 可以吗 顾鹤是一点没有回避 你果然和我妈说的一样 挺可爱的 顾鹤含笑 眉眼弯弯的 和好多年前 我第一眼看到她一样 末了她送我回家 分别时她说 想加我个微信 张小姐要是不介意 可以考虑考虑我 她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顾鹤读书时的人设 用我同学的话说 高冷不浸女色的静域细男 可是她现在怎么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次日张姐给我打来电话 问我觉得顾鹤怎么样 喜不喜欢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告诉她印象不错 小鱼啊 顾鹤这孩子比较沉闷 你不要介意啊 她说挺喜欢你的 张姐向我解释 可是顾鹤昨天那个样子 一点也不沉闷 自那次见面以后 我们之后的接触 就是在微信上 因为她工作比较忙 有时候我们的聊天跨度长达一天 张姐对我们的发展情况很关心 但是显然 她从顾鹤那里 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 所以她一直从我这里旁敲侧击 小鱼 今天有啥安排没 我正低头吃着螺蛳粉 刚夹起来的腐竹 又掉进碗里 我把筷子搭在碗上 抬头看着满脸期待的张姐 张姐 你真的这么希望我当你儿媳啊 张姐听见我这么说 先是一愣 进而开始解释 西西 被你发现了 顾鹤这孩子太沉闷了 二十八岁的年纪了 还没个对象 这不我看 我俩相处这么融洽 想把你招揽进我们家 你别怪张姐吼 要是不喜欢 就和姐说就好 我伸手打住张姐的解释 张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相处是需要过程的 意思是你俩在除了 我和顾鹤就维持着那种 不嫌不淡的关系 过了快一个月 她突然打电话给我 姜鱼 方便结婚吗 你什么意思 方便的话拿户口本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我带着户口本好奇的下楼 她还真的站在门口等我 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 这是要不赶紧办了吧 她站在我前面 一如第一次在咖啡厅碰面时 轻轻的语气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我好像被鼓了一般 脑海一片空白 跟着她去海马体拍了结婚照 又去民政局领了证 在她车里 她拿着两个小本本 含笑不语 你笑什么 我领完证开始有点后悔太快了 有点恼的问她 没什么 以后我们就是夫妻了 房子在市区的都员小区 这是你的钥匙 你啥时候买的房子 我接过钥匙问她 房产证有我名字吗 我补了一句 怕你和我爸妈住不习惯 有你名字 得空搬过去吧 顾鹤握着方向盘 送我回家 我晚上还要值班 先走了 她轻轻抱了抱我 转身离开 我拿着我那本结婚证 在沙发上久久不能回过审来 居然和顾鹤结婚了 那个我喜欢的很久很久 就用了很久很久才放下的男人 第二天刚走到单位门口 就看到张姐 我的婆婆 站在门口看着我 不出意外 顾鹤已经告诉她 我们结婚了 张姐过来牵着我的手 而媳妇早啊 平时习惯了和张姐上下级关系 她突然这么一叫 我没反应过来 知道你可能还没习惯 所以也不用着急改口 喊我妈哈 顾鹤这小子 办事效率够快哈 我让他争取 和你进一步发展 他直接把正给扯了 张姐在我旁边 喋喋不休了很久 原来她是因为 不耐烦妈妈的催促 才和我结婚的 虽然我知道 这是有目的的结婚 但是总是抱着 她对我有那么一点 喜欢的期待 可是现在看来 好像没有 过了一段时间 她工作没这么忙之后 我们就搬到了一起 平时各忙各的工作 基本不见面 但是非常固定的 我们每天总有一餐 是要一起吃的 这是她向我提出的 增进感情的办法 你有什么忌口吗 顾鹤边打字边问我 头也不抬 芒果过敏 不吃辣不吃香菜 我坦白 你呢 我问她 我也不吃辣 她还是没有抬头 这小子当医生之后 怎么不吃辣了 上学的时候 我亲眼看着她 往一往红彤彤的 螺蛳粉里 加了三大勺辣椒 那时候暗恋她 我总是踩着她 吃饭的点去排队吃饭 她吃什么 我吃什么 所以我从一个不爱吃螺蛳粉的人 六年之后成了一个螺蛳粉上瘾的人 我们的三餐都很清淡 顾鹤会做的菜比我多 周末有空 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做饭 你现在怎么不吃螺蛳粉了 一天晚上 回家看到饭桌上清淡的饭菜 嗯 顾鹤疑惑地看着我 意识到说漏嘴了什么 我赶忙解释 张姐说的 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爱吃螺蛳粉 哦 吃饭吧 顾鹤见我站着 招呼我过去 顾鹤确实很闷骚 我们的交流很少 所以我实在好奇 他向我提出 结婚是做了多少心理建设 江鱼 周末有空吗 需要去拜访一下我的岳父岳母了 顾鹤从柜子拿被子 扭头对我说 湿答答的刘海挡住眼睛 有种特别的感觉 有空 但是我得提前和他们说一声 你不会还没和他们说你结婚了吧 他抱着被子 你靠在柜门上 对了 结婚这么久 我们都是分床睡 我们都没有习惯彼此枕边有个人 其实是我提出来的 我怕我晚上说梦话暴露点什么 没有 我会好好和他们说的 你放心 江鱼 我觉得我们可以认真培养一下感情 结婚前面那一步的 结婚前面那一步 恋爱吗 我高中做梦 就是梦和顾鹤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恋爱 没想到有一天梦女也有春天 我正胡思乱想着 顾鹤甩了甩他头发上的水珠 把被子放在床上 转身走向我 他伸手把我散落在脸上的头发 别在耳后捏着我的下巴 不是吧 这么快 我承认这一刻我又心动又紧张 我的脸颊和耳朵根子一瞬间就红了 我能感觉得到 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好热 把嘴张开 顾鹤的鼻息吹得我燥热不止 什么形式的亲嘴是要先把嘴巴张开的 这小子玩挺花 我好奇地张开嘴巴 张大点 爱生顾鹤靠得更近了 啊 你右边这两颗蛀牙 今晚吃饭的时候我果然没看错 你找个时间来医院 我给你拔了 顾鹤满意地说 你脸怎么这么红 很热吗 他忍不住笑了 笑起来真好看 但是我现在顾不上他笑得好不好看 我只想把他踹出房间 第二天上班 张姐过来打听我和顾鹤最近的生活情况 我又想起了昨晚那件让我尴尬又恼火的事情 他职业病有点严重 砸了 他是不是给你看牙了 张姐忍不住笑 我点点头 所以你知道我为啥要着急 让他找个对象了吧 一来就是希望他能有个稳定的家 二来就是想让个女孩分散他注意力 过于沉迷工作的后果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你爱工作大过爱我 我忍不住吐槽 这小子一点也不开窍 小于你放心 下次他回家 我指定好好教训他 张姐拍拍我的手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和我爸妈说我结婚这件事就到周末了 顾鹤比我有准备 他提前把车洗干净 把见面礼准备好了 明天下午怎么样 顾鹤在那自顾自地运着自己的西装 我还没告诉他们我结婚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拖延症晚期患者了 顾鹤的手停了一下 又继续运 是我拿不出手吗 不是 是我结婚太突然了都 我怕他们接受不过来 要不去了 你就说是男朋友好不好 不用 不用是什么意思啊 我提前给家里发消息说我要回家 爸妈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 毕竟我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特别是说到要带男朋友回家 我妈开心地打个视频过来 把我吓得连忙挂断 顾鹤在要见我父母上很积极 嗯 比娶我的时候积极 他低头看看表 又看看在化妆的我 好了没 顾医生连我蛀牙都看得出来 我现在好没好你看不出来吗 我开始嘴欠对他 明知顾问 真烦 哦对了 下周一下午 来拔牙 已经帮你预约好了 我帮你和妈请过假了 他又补充道 他真的一点后路也不给我留 摸摸蹭蹭很久终于出发了 到家已经是傍晚 我爸妈在张罗着做饭 开门看见我身后那一米八几 又英俊的男人嘴都笑开花了 直接无视我这个很久没有回家的黄花大闺女 拉着顾鹤进家门 走到客厅 我妈看清顾鹤的脸之后 他撇开的嘴角突然僵住了 转头看向在关门的我 他松开牵着顾鹤的手 跑过来用力地拍我 闺女 你和我讲实话 你男朋友是不是你读书时候 做梦老师念叨的那个 你老记忆力可真好 我忘记了我高中暗恋顾鹤的事情 对妈妈发现这件事了 他知道顾鹤的成绩非常好 来学校接我的时候 看见过顾鹤 也在我毕业卖的书里散落的纸堆里 看到写满顾鹤名字的草稿 和一张过报的偷拍的 我和她的拍里德 我点点头 给她使了个眼神 让她不要说漏嘴 我妈打了一个OK的手势 就过去和顾鹤寒暄 她自然是对这个金龟婿满意的不得了 吃饭的时候还问我俩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她想早点抱外孙 饭后在沙发上休息 我妈是一点也显不住 小顾呀 你俩怎么认识的 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这是她第二遍问这个问题 顾鹤刚想回答 就被我打断了 妈 这葡萄不甜 不甜你别吃了 调来调去的 来来来 小顾吃点西瓜 小顾呀 你多多包容姜鱼 这孩子在家里被惯得比较挑 顾鹤看着我浅浅笑了一下 哪里哪里 姜鱼很好的 不得不说 他维护我的样子 比他中学时打篮球 连进两个三分球还帅 姜鱼这孩子 这么多年一直没谈恋爱 我跟他爸都挺着急的 当时还以为他不想结婚呢 我妈颇有感慨地说 对对对 以前高中时候还喜欢一个男孩子很长时间 我还很担心他早恋呢 我爸聊到这个 他倒是来了兴趣了 没错 他也知道我的暗恋故事 只是他的八卦只有故事版本 我妈是知道真人版的 顾鹤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没说话 我拍了拍我爸让他闭嘴 估计是喝了些小酒有些上头 这老头开始讲故事了 小鱼当时可喜欢那个男孩子了 我当时很着急呀 怕影响他学习 没想到这姑娘成绩还慢慢变好了 他滔滔不绝地给顾鹤讲我的故事 顾鹤应该不知道的是 这里面绝大部分都和他有关 晚上告别我爸妈 发动引擎前 他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也不说话 静静地看着前方 顾医生干嘛呢 我被这安静的气氛弄得有些不自在 江小姐的暗恋对象一定很厉害吧 岳父岳母这般印象深刻 顾鹤像是自言自语般说出这句话 他确实很厉害 哈哈哈哈 你小子不会吃醋了吧 我被他的样子逗笑了 还真是个闷骚 刚岳父也说了 他去北方上学了 你们应该没有可能了对吧 顾鹤 我当时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去北方上学 我应该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 没想到吧 你回到了家乡 而我居然成了你的妻子 你还会想他吗 这是他启动引擎前 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摇摇头 用了六年放下了 就大大方方承认不想了 周一中午顾鹤打电话给我 我才想起来下午要去拔牙 匆匆忙忙赶到市医院 他让我上五楼牙科 讲实话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医院看牙了 开始不免有些紧张 顾鹤给我挂的号是两点半 我在外面的椅子坐着等 有两个护士路过科室门口 悄悄朝里面望了一眼 害羞地笑了一下 顾医生真的好帅 年纪轻轻就是科室主任的重点培养对象 行啦行啦 我听说顾医生已经结婚了 你还是别惦记了 哪个女孩这么好福气啊 我的天哪 顾医生的老婆 肯定和她一样一等一地优秀 肯定也很漂亮 听着他们渐行渐远的声音 我一愣 顾鹤这小子果然抢手 姜鱼进来正想着顾鹤在门口招呼我进去 我进去之后 凑巧旁边的护士出去接电话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戴着口罩 看着戴着口罩的我 彼此都有点尴尬 在这躺着吧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 我乖乖在牙蚁上躺好 顾鹤认真给我检查牙齿 这小子工作的时候 真的一点也不近人情 嗯 还好不是很严重的蛀牙 不用拔 你这里有颗小致齿 后续要是发言疼了 及时和我说 没什么事了 回去吧 大哥你是抓我来给你充KPI的吗 最后会诊费还是自己出的 嗯 顾医生 就诊这么潦草的吗 我捂着嘴 有些埋怨地问他 不是潦草 幸好没有什么问题 我希望我的家属牙齿都健康 这个家属 说我心疤上了 暂时原谅他 从牙科走出来看到排号器上滚动的名字 后面还有63个号 那一刻我才明白张姐说的忙是什么概念了 难怪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果不其然 傍晚他给我发消息说晚上加班 不回家吃晚餐了 他不回家 自然是有人来 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回老家这边出差 刚好很久没见 他也还没知道我结婚了 我们约在读书时候最喜欢的那家螺丝粉小店见面 他还是熟练的往晚里加很多勺辣椒 很多年前在我心里 比顾鹤还是辣 就是他 只是现在顾鹤不吃辣了 倩倩 你说一个很喜欢吃辣的人突然变得不爱吃辣了 是怎么回事 闺蜜把嘴里的粉咽下去 向我摆摆手 怎么会突然不吃辣呢 除非是万不得已 你看你 这么多年了 还是一点辣也不吃 我继续问他 那吃辣的人吃清淡的东西 会不会觉得不好吃啊 别人我不知道 反正我会 你看我俩 我看你那碗我真的吃不下 我俩吃火锅都是鸳鸯的 你说呢 你还记得你 当时看顾鹤往粉里加辣椒 去学他 然后把自己辣哭那次吗 记得 我怎么会不记得 我为了和他相似的地方多一点 我学他吃辣 学他打篮球 甚至想在学习上和他齐平 只是我的结局没有那么热血 我还是没能光明正大的告诉他 我喜欢他 提到顾鹤 闺蜜的话开始多了起来 听说这位天选之子去学医了 不知道现在在哪高救了 他在市医院 我低头吃粉 顺嘴回了一句 闺蜜一愣 你咋知道的 还没想好该怎么和他解释我和顾鹤的关系 我只好说 今天去看牙碰到了 他居然回老家了 我还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呢 你当初这么喜欢他 这么多年没见 哎 有没有还很心动 他还这么帅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因为在咖啡厅碰见他时 我脑子一片空白 来 这杯奶茶进我们的青春 吃到后面 闺蜜拿起旁边的奶茶 仿佛提到顾鹤 就是提到了青春 但它确实是我青春里 无法抹去的印记 送闺蜜回酒店 就接到顾鹤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没有在家 出来见个朋友 见完我爸妈那天 他得知我暗恋一个男生的故事之后 我们本就平淡的关系 似乎变得更平淡了 在哪 我去接你 顾鹤还是很平静的语气 不用 我打车回去 你工作已经很辛苦了 休息一下吧 说爸我叫的车也到了 没喝酒吧 注意安全 有那么一瞬间 我听出了他的失落 没有 就是出来吃点东西 到小区门口下车 秋天的风吹起我的头发 我才发现 秋天来了 我紧了紧外套 大步往家走 突然被一只手大力地拉住 我转头 是顾鹤 你是在等我吗 我笑着问他 是 他有些害羞地回答 你刚刚 一直没回我消息 所以我下楼等你 我打开手机 才发现他在微信 给我发的消息 和好几个未接电话 我习惯开着免打扰 今晚吃完饭有点饱 在车上怕晕车 就没敢看手机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没有看手机 我向他解释 你安全到家就好 我们回家吧 他伸手过来牵我的手 温热的手一触过来 把我弄得一颤 我不太相信 这样梦幻的场景真实存在 我们慢慢地走在小区门口 到电梯口这段路 见面开心吗 他似乎是鼓起很大的勇气 小心翼翼地问我 开心呀 很久没见了 我回答他 嗯 顾鹤捏了捏我的手 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子不会以为 我去见什么暗恋对象了吧 不是去见暗恋对象 你放心 我跟他解释道 可是好像这时候 解释过于突兀 我相信你 顾鹤好像有点失落 我不知道 为什么能对他的情绪 如此敏感 可能是他表现得明显 也可能是我对他过于敏感 到家后 闺蜜给我打来电话 小鱼你到家了吗 你接通闺蜜的大嗓门就传过来 刚刚到 酒店还住得习惯吗 习惯习惯 哎 为啥不能去你家住吗 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即使没有开免提 我也确信旁边的顾鹤 听到了这句话 家里不方便 辛苦你了 我含蓄地回答他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解释我突然结婚 还是突然和顾鹤结婚这件事 挂了电话之后 顾鹤那个紧锁着的眉头 终于放下来了 晚上我盖上被子准备睡觉 顾鹤抱着他的被子进来 把小夜灯打开 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 四目相对 今晚有点冷 我想睡这里 顾鹤指了指我旁边的空位 我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问他 那我去睡次卧吗 他好像有点无语我 不是 我们一起睡 想睡这里直说吗 非要找个天气冷的借口 你要是不习惯就算了 顾鹤见我愣着没说话 白白手准备走了 唉 别走啊 夫妻俩客气啥 睡睡睡 这本来就是你的位子 我扯住他睡衣的衣角 行 他立马开心地 绕到床的另一边 铺好被子躺下 以后我们就一起睡好吗 他躺下之后 望着天花板问出这句话 顾医生 这也是你家 我回答他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知道我们结婚得很突然 我们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你的 他侧身看向我 认认真真地说出这段话 你小子挺绅士的嘛 我戳了戳他的额头 我承认当初和你结婚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我妈的催促 并且你也是他很满意的女生 我以为我不会遇到真爱的另一半 所以我觉得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和我也无所谓 对吗 他摇摇头 不是 但是说不上来 我要是告诉你 我还喜欢着我的那个暗恋对象呢 我反击他 那就有所谓了 顾鹤真的好闷骚啊 不过我们是合法的 我不怕他补充到 见兮兮地笑了 黑灯之后 我们手臂贴着手臂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还是忍不住向他求证 顾鹤 你真的不吃辣吗 不吃 他应该很困了 在半入眠状态下 小声地回应我 可是 早点休息 他伸手过来还住我 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既然顾鹤没有告诉我 他为什么不吃辣 那我自然还有别的办法知道 我们的媒人 顾鹤妈妈 我的领导 我的婆婆 张姐 第二天去上班 午餐我还是和张姐一起吃 张姐很关心我和顾鹤的感情状态 但是他从来不干涉 他认为 小两口的家庭 他不应该过多由父母插入 这也是我当初愿意嫁给顾鹤的原因之一 他有开明的父母 张姐 顾鹤他爱吃辣吗 吃啊 这孩子无辣不欢的 张姐也是爱吃辣的 他碗里的菜每一样都有辣椒 你吃这么清淡 在家和顾鹤还处得来吗 你吃不了辣 可别委屈自己和他一起吃 张姐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皱起眉头 下午我发消息 问顾鹤晚上有没有时间 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做饭 顾鹤很快回我说没空 要加班 这也能理解 他医院的工作很忙 没关系 下次有空再说也行 想着晚上既然他没空 那我也不自己做了 干脆去外面吃点好了 社交软件最近给我推中心广场新开的餐厅很不错 中心广场里单位也不算远 下班之后我就过去 这个餐厅装修非常精致 氛围感十足 很适合约会 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好像有点突兀 不过来吃饭嘛 多少个人无所谓 等餐时去卫生间洗手时 旁边走过一个妆容精致的女生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一眼就认出她来 叶子山 这个让我羡慕嫉妒了好久好久的女生 成绩好家时好长得漂亮 真的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羡慕的女生 她和顾鹤是很多人 包括很多老师眼中的金童玉女 她们同班 我也一度以为她们是一对 只是那些传言非非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真假我也未知 我认识她 她未必认识我 她走出卫生间后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觉得无比感慨 回到座位 我刚想拿起手机玩 就看到斜对角位置眼熟的背影 是顾鹤 而她对面坐着面容精致的叶子山 我看不到顾鹤的表情 但是叶子山讲话时 奄然一笑和娇羞落入我眼底 我想她们的交谈是很愉快的 服务员小哥给我端上牛排 可是我看着却毫无食欲 盲目地拿刀插在牛排上乱滑 看着聊天框里 顾鹤发的没空和加班 不是说加班没空吗 这就是加班吗 况且这个餐厅 离市医院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我能接受婚姻没有感情 但是无法接受带有背叛的没有感情 我是相信顾鹤的 但是那一刻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是笼罩在我平凡的高中时代的 专属于四春期的假想敌 没想到多年后 假想敌好像成真了 我快速离开餐厅 打车回了家 在路上我执拗地给她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一秒挂断 真有意思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顾鹤给我回了电话 小鱼 今晚我还要晚些才能回去 你先休息 她声音最熏熏的 是喝了酒的 加班需要喝酒吗 我忍不住质问她 电话那头像是愣住了 没有说话 出来见些朋友 顾鹤过了很久 回了一句 那天晚上我等到凌晨两点 才等到了一身酒气的顾鹤回来 我在沙发上看着她慢悠悠地进来 我不想去帮衬 她看见我还没休息 显然一愣 怎么会没休息呢 今晚我身上比较臭 我去睡客房 她低声地说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淡淡地说好 转身进房间 大声地把门关上 第二天我早早去上班 晚上回家 也是早早上床休息 顾鹤似乎没有向我解释的打算 那几天 我们就保持着冷战的状态 准确地说 是我单方面的冷战 张姐很快发现我不对劲 周末她突然来了 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顾鹤在书房忙活 我在客厅看书 家里非常清冷 我一开门 张姐向客厅望了一圈 有些生气地说顾鹤呢 这小子怎么不在 他在书房 顾鹤闻声走出来 他的样子有些腿 胡子拉叉了抖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他这个样子 竟然有些心虚 妈 你怎么来了 顾鹤有些意外 又看了看旁边的我 我赶忙解释 不是我让张姐来的 张姐看到我俩这个样子 好像明了了 我自己来的 你们就说吧 小夫妻俩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顾鹤你小子是不是欺负小鱼 张姐把包往沙发上一扔 插着腰指着顾鹤 顾鹤挠挠了挠头 好看的眼睛透露着一种痛苦 我知道这一刻能化解这场矛盾的关键人物是我 但是我想到那天的委屈 我的脚和手像是拖了牵一般 讲不出话 顾鹤先开口了 妈 真的没有 是没有闹别扭 还是没有欺负我 妈不想过多干涉你俩的生活 很多矛盾 可以床头吵架 床尾糊了的 但是这几天 小鱼上班那个状态 总是心不在焉的 吃饭也是老走神 我想着 生事有些严重了 我来看看你俩 小鱼是我托付给你的 你要是辜负他 你看我不打断你狗腿 我好像变成张姐女儿了一般 他极力在护住我 这一刻我体会到了 有人撑腰的底气 妈 对不起 顾鹤先低头认错了 我不该惹小鱼生气 我会好好和他解释的 您放心 张姐又是一顿输出 后来因为广长舞姐妹的邀请 她讲了顾鹤两句 提着包扬肠儿去了 小鱼 下次她再这样 离婚 姐给你找更好的 顾鹤吓了一跳 她着急 推着张姐出门 皱着眉头 妈 你少说两句 张姐离开后 偌大的家里 只剩我们两个 有些尴尬的面面相去 你饿了吗 想吃什么吗 我被她看得有些发麻 先开口问她 说吧 为什么生气 她过来拉住我的手 把我拉进她怀里 我仰头看着她 莫名的委屈感 让我想哭 我忍住眼泪 没有流下来 把那天在餐厅 看见她和叶子山的事情 说出来 果然说完舒服多了 不管结果如何 现在我问心无愧 顾鹤听完点点头 把我拥到沙发上 倾向下一个吻 她的吻先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得到我的应允 她抱着我的头开始进攻 她的呼吸 和我的呼吸交错在一起 我看见她红透的耳根子 哑笑一声 顾医生还会害羞呀 她像是被戳穿了秘密的小孩 抿了抿嘴 声音低沉沙哑 老婆原来这么在乎我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老婆 叫得我心痒痒的 她直起身 端坐在沙发上 连有些通红 看着我凌乱的衣服 我有些紧张 理了理衣服 也坐起来 那天那个女生是我同学 她从国外回来 刚好我也在市里 她想问些事情 就突然去见了一面 那天我确实是要加班 她突然打电话过来 我就和同事换班了 那家餐厅离医院太远了 赶过去没来得及告诉你 那你怎么两点才回来 我并不满意她这个回答 同学聚会吧 没想到她还联系了 其他在聚事的同学 我们就一起去小聚了一下 我将信江仪的样子 让顾鹤有些着急 她急忙掏出手机 老婆你不信 我可以打电话给她 她可以作证 天地可见 真的是很多年没见的同学 没想到她真的直接拨通了 叶子山的电话 叶子山 你给我老婆说一下 那天一起吃饭的事情 叶子山在电话那头爽朗一笑 嫂子 你真的别误会啊 我很久没回据室了 刚好得知顾鹤也在 我也是想问她一些事情 就突然请她过来 给你们之间造成误会了 真的很抱歉 美女声音真好听 她一来就说自己结婚了 晚上要早些回去陪老婆 让我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闷头鱼也有开窍的一天 叶子山讲到这个笑了起来 挂断电话之后 顾鹤有些害羞 刚刚被戳穿了 你下次能能和我说清楚 我不满她先前一句话 也不和我解释的事情 我看你生气成那样 我不敢顾鹤挠挠头 顾医生 女孩子是需要哄的知不知道 我右着腰开始给她说叫 遵命老婆大人 得到赦免之后 她紧张的样子终于放松下来 搂着我说 要告诉我一个小秘密 老婆 我告诉你 那天叶子山说 在餐厅看见了高中时候 暗恋我的一个女生 她好像很得意 对之前我有暗恋对象这件事 她好像扳回一城似的 我才消气 我瞪了她一眼 我还不知道 原来高中时候有人喜欢我呢 你小子不是说废话吗 你这脸蛋子 这身材这成绩 妥妥的校园难审 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啊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等等 叶子山那天在餐厅碰到的 会不会是我 她怎么知道 我喜欢顾鹤的 我尴尬地和顾鹤拉开距离 认真地看着她 你说的那个暗恋你的女生 可能是我顾鹤一惊 才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是啊 那天你也在餐厅里 所以你那个暗恋对象是我 她有些激动和紧张 我点点头 是你 我们不仅一个高中 还是同一个初中 所以算起来 我喜欢了你六年 我掰着手指头 比出一个六给她看 所以 所以我知道你喜欢吃辣 喜欢穿白色五号球服 喜欢在放学二十分钟之后去吃饭 我数着 那些曾经牢记在心很久很久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她 更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枕边人 顾鹤眼里柔光淋淋 胡茶子衬得她别有一番味道的好看 她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 一个吻落在我额头上 所以你就是那个每次在我比完赛 在我背包上放水的那个女生吗 我一惊 她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叶子山那天告诉我的 她每次来看她男朋友 就会看到这个女生在我背包上 偷偷面放一瓶水 你会喝吗 我有些期待地问她 想给青春时期的自己一个答案 她会喝吗 我在日记本里问了很多很多遍 偶尔会 考虑到安全问题 所以大部分时间不喝 但是没水的时候顾不上这么多 会喝 顾鹤一本正经地和我解释 我得到这个答案 已经释然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顾鹤问 初一那年 刚来学校的时候 在乌鸦鸦一片人群里看到你 又高又帅 颜控第一眼就爱上了 你成绩出众 想知道你名字又不难 顾鹤哑然失笑 原来长得好看 也是有好处的 老婆先认识我了 大哥你是不是对自己这张脸 有什么误解 我皱眉问她 你现在才意识到这点 顾鹤点点头 小时候父母工作比较忙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性格也不开朗 我想你也知道 我除了学习和打球 没有在学校别的地方出现过 确实 顾鹤读书时候的我们 给他划定的人设是高冷学霸男神 我们当时都说 顾鹤虽然长得帅 但是不落俗 哈哈哈哈 不落俗是什么意思 顾鹤闽纯问 就是不谈恋爱呀 从来都不站在女生旁边 即使是在旁边也保持距离 连传绯闻的机会都没有 确实是 但是你和叶子山接触呀 你俩被我们带进很多本小说里了 我鼓着腮帮子 假装生气地说 顾鹤把我搂得更紧 凑近我的耳畔 像说秘密一般低声 我是不是忘记告诉你了 叶子山是我表妹 我一惊 才想起来 刚刚叶子山叫我嫂子 一时间 我又嘎又闹 拍开她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解释清楚 你说你和你表妹出去吃饭不就行了吗 顾鹤挠挠头 我以为你知道 没想到谣言传得这么离谱 大哥你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啊 而且叶子山早就结婚了 对方就是他高中时候的男朋友 你不知道他高中时候有男朋友吗 我知道我还和你生气吗 你别告诉我 你这些年都没谈过恋爱 我质问他 还真没有 他摇头 顾鹤这么好看的男生 感情经历居然一片空白 离谱 难怪在处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这么笨拙 还希望老婆多多包涵 顾某会谦卑向学 努力成为小鱼合格的另一半 顾鹤做了一个抱拳的姿势 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我清楚地在他眼里 看到寒泪笑着的自己 今年的冬天来得很早 连续下了很多天的雨 风和雨同时打在身上 让我忍不住打仗 小鱼 披上顾鹤边说 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我 这么冷的天 你单穿个毛衣不冷啊 不准脱 我阻止他 做医生的人 这么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我还没说完 他的外套已经落在我身上了 我俩紧紧牵着对方的手 把彼此的温度共享 来 帅哥美女 你们的烧烤好了 这袋是不辣的 这袋是加辣的 烧烤摊 一笑应地把装好烧烤递给我们 晚上特别想吃高中学校门口的烧烤 顾鹤二话不说 拿着车钥匙就拉着我出发 很久没有回到这条来回走了三年的路 我们俩都很感慨 顾鹤搂着我 听我一路在讲我喜欢他的那段往事 你知道吗 周末你在车站等车 我就坐在烧烤摊这里 边吃烧烤边等我妈 因为这里可以看到车站那里的你 我每次都是拿着一把烧烤 找老板要一个小凳子 乖乖坐在那里 看着对面车站那个高高的男生 盯着过路的车辆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之后 我会和马路对面的男生在一起 我也没想到 所有的事情都在一想不到中 合情合理地发生了 顾鹤揉了揉我的头发 看着对面他等车的地方 车牌已经被拆掉 现在那里只剩一棵老龙树 这或许就是缘分 你说是吧 顾医生缘分 其实很多缘分是需要人为助力的 什么意思 顾鹤笑而不语 走吧走吧 天气冷 回车里 顾鹤拥着我进了车里 一上车就把车里的暖气打开 你告诉我 缘分是人为的是什么意思呀 我拿着一串 烤肠呼呼吹着 问他 直觉告诉我这之间有什么故事 意思就是 你喜欢的人也很喜欢你 顾鹤眉眼 弯弯地笑着说 牙医的牙齿就是好 一口好牙笑起来格外惹眼 顾医生有话请直说 我不满他绕弯子的话 捏了捏他的脸 我想这么干很久了 这个嘛 说来话长 晚上睡觉给你当故事讲 好 说把他发动引擎 车子缓缓在雨中前行 窗外的雨声告诉我 我现在真的很幸福 番外之顾鹤 晚上雨还是下个不停 雨点打在窗户上 蒙上了淡淡的水雾气 天气冷 他早早就窝进被子里 顾医生 今晚的睡前故事 他甜甜地笑着 很是期待 今晚答应给他讲我和他的故事 所以现在已经很晚了 他很困但还是不肯睡觉 我搂着他 把房间的灯挑按 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低头自言自语道 嗯 很长嘛 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眼睛已经轻轻闭上了 显然是快要睡着了 也好 这时候我讲出来 才没有这么别扭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江鱼的呢 我也记不清了 只记得读书的时候 这个女孩常常出现在我附近 吃饭的时候 做操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一来二去我就眼熟他了 齐儿的短发 水灵灵的眼睛 喜欢背着一个粉色的书包 走路蹦蹦跳跳的 我很奇怪自己会对一个女生这么感兴趣 大概是她的活泼开朗 很吸引我 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 我性格独立 但是很沉闷 也不怎么会讲话 后来同学聚会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尘峰的冰山 我才发现自己在外人看来是这样子的 那在他眼里我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时候吃饭他经常在我后面桌 听到他讲了很多趣事 同桌吃饭的朋友问我 怎么突然笑了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个小秘密 中学那几年我只顾着学习 他就好像是乏味生活的治愈剂 闯入我的世界 即便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会认识我吗 我有时会这样问自己 大学毕业之后我果断回老家 一来是父母工作终于稳定在家这边 想回来好好陪他们 二来是抱以侥幸希望还能遇到他 可是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想想可能也没有这个缘分了 直到某天 我妈让我到他单位给他送个文件 我在单位楼下看到他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留了长头发 眼睛还是水灵灵的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粉色 我有些紧张 在车里没敢出去 我妈给我发消息说 她让一个女生下去拿 在门口等我 她是不是穿着粉色的短袖 长头发 我声音有些颤抖地问我妈 得到了肯定回答之后 我竟有些慌张失措 随手拿起车里的帽子和口罩 全副武装地去把文件交给她 她接过文件道谢便上去了 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爽朗 碰到她的那一整天 我都很开心 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同事问我为什么一直嘴角上扬 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 过了28岁生日之后 我妈突然开始操心我的人生大事 小赫 你这孩子这么多年也没带个女朋友回来 你老实跟妈讲 你怎么一回事 小赫 你知道邻居家和你同龄的张灵吗 她老婆在我们单位 人家儿子都到换牙的年纪了 儿子 你着急吗 这就是催婚吗 每天下班 我妈都不厌其烦 给我灌输这些要结婚的大道理 有时候会觉得烦 但也只能听着 拿医院工作忙搪塞 我确实很忙 中学忙着考大学 大学八年学医 工作忙着看牙齿 虽然都是拙劣的借口 但是这招确实能帮我 堵过我妈的很多招式 但是这个招数开始被免疫了 她开始给我张罗相亲了 一开始我很抗拒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认识女孩 直到我妈跟我说 女生那天你来给我送文件也看到了 非常好的女孩子 我一惊 在低头看邮件的 我立刻抬头看向我妈 我妈对我的反应有点震惊 人家姑娘说我软磨硬泡了好久的 好不容易她才松口答应见你 你给妈一个面 妈 我去 我打断她 她还是单身 我暗自窃喜着 见面的前一天 晚上我开心地睡不着觉 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在帮我一把 见面那天我很早就到了咖啡厅 因为周末和同事换了搬过来赴约的 等她的时候我再回复患者的消息 你好 你是张姐介绍来相亲的吗 我文生抬起头 心里露了一拍 第一次和她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你好 我叫顾鹤 她有点呆呆地站在我面前 也不说话 我就先和她打招呼 示意她先坐下 你好 我叫江鱼 江鱼真好听 这么多年了 终于知道她的名字了 很好听的名字 我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 既然再一次遇到你 那我要主动一点 不想因为退缩而错过 我现在在是医院工作 比较忙 婚后可能 说到婚后我们都愣了一下 她有些惊讶 我才意识到自己说这句话可能有些突兀 但是还是在心里暗暗给自己说要主动一点 当时她还问我理想型是什么样子的 我该怎么向她描述我眼里的她 最后我也没描述 直接了当地说你这样的 我惊讶于自己的主动 好像有很多勇气卯足了 告诉我要抓住这次机会 那天送她回家以后 我鼓足勇气要了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各忙各的工作交流并不多 这里就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 若不是她在中间做住推 我估计是追不到姜鱼的 和姜鱼提出要结婚的前一天 我妈跟我说她单位有个男同事在追姜鱼 让我抓紧点 不然老婆要跑了 抓紧就抓紧点 我找了个爸妈催结婚 催得紧的借口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之前我已经做好了 被拒绝做不成朋友的准备了 没想到她真的拿着户口本下楼了 真的有点笨笨的 她不怕被骗吗 结婚以后 怕两个人住一起过于突然 她提出来先分房睡 尽管工作很忙 我们还是尽量回家吃饭 我提出来的 和老婆培养感情 她不吃辣 我做的菜一点辣也不放 虽然一开始吃起来索然无味 有些不习惯 但是后来开始渐渐爱上了 清淡口味的饭菜了 见岳父岳母那天 得知她有一个喜欢很久的人 说不难过和失落是假的 我并不确定 最后她会不会爱上我 但是我持正上岗 肯定比那小子占上风对吧 我实在没想到 她口中念念不忘的青春 是我自己 就说嘛 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回忆到这里时 躺在我怀里的江鱼冻了冻 许是天气太冷 她把头深深地埋在我怀里 昨天她把刘海剪得短了些 有点像高中时候 活泼可爱的样子 我搂着她 轻轻粘紧被子 关掉小夜灯 关掉小夜灯